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唉 正是如此 老夫前些时日前往墨高窟寻地脉之力 以辅助沾盘推沾 谁知洞窟内竟出现黑曲曲的大洞 紧接着人的洞中便涌现出无数妖怪 老夫逃亡途中 并将太乙沾盘遗落在了那里 墨高窟 事不宜迟 我们这边帮您寻回沾盘 怎么办 难道那沾盘被妖魔带入到那个黑曲曲的洞中了 玄秘莫及 按照以往经历 那黑洞应是幽黄造成的 我试试能不能用手中戒指与其勾连 逆缘幽分和我手上的戒指起了共鸣 凡是逆缘之力所在之处 必定少不了敌人 稍后大家小心 战盘在那里 小心 是魔的气息 可恶 这沾盘究竟是什么宝贝 为何所有人都不放过它 不管了 为了玄魅 必须将这些妖魔除去 嗯 是太乙战盘不错 嗯 既然是这戒指带我们进来的 我便试着把精神集中在这戒指上看看 戒指啊 带我们离开这里 哈哈哈 夏侯兄弟真有你的 我们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现在不是谈笑的时候 还是尽快将沾盘送给陈官向士 请他占卜化解玄机妹子凶结的法宝究竟为何物吧 多谢诸位帮老夫取回沾盘 我这就行推沾之术 夏侯公子 根据太乙沾盘的事沾所示 慕容姑娘所需要的护名法宝 是一件叫做七色阴落的神庙珠宝 据说它是用女娲补贴的七色彩石做成 只有大女神女娲的至高神力 方能助她逃过这一甲子一次的凶结 那要如何得到这件法宝呢 要得到七色阴落 你必须准备七件物石 它们分别是神巫金灵 灰月魂石 火灵冰石 明花紫荆 翡翠必杀 乌光玄铁 和赤裂火铜 当你找齐这七件东西之后 以某种玄法将它们剑刺炼花 最后便可得到七色阴落 切记七色阴落需得佩戴上身 否则形同无效 以某种选法将它们剑刺炼花 那可是自今亡点之令 另外 占相同时还显示 获得这法宝的机会就散布在你身边 虽不能强求 但需时刻注意周遭的机缘 别放过了这唯一救她的机会 算不在我身边吗 多谢您指点 我们会留意的 希望你顺利拿到七色阴落 保住慕容姑娘的性命 哈哈 我成冠一向沾死不沾生 像这次这样子的 可还是第一次呢 下午兄弟 我们中了那些杀匪的埋伏 全力突围 当务之急事奔赴甘州 总算击败了这些歹人 我们尽快前往甘州找到谭铁匠 玄破悠嚷 老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 光是断烧它自然不成问题 不过这碎片看来雕琢精细 只怕经不起火焚 当真要这么做才能修复它吗 那位高人在手记中是这么写的 而且这些东西恐怕均非人士之物 就算其性大为常理 我想那也不奇怪 既然如此 老夫照公子的吩咐做便是 只要我同全子不断加添柴火 维持火力一夜不弱就行 那就一切拜托前辈了 既是如此 今天就早早关店 好准备猪斑事宜 夏侯公子 咱们就明天一早见了 小公主 你怎么会在这里 嘿嘿 我推占出天象洋仪 显示你们有了很大进展 所以来看看情况如何 好个小鬼头 你竟然连这个都推占得出来 何不直接把一切告诉我们 我们就不用找得那么辛苦了 夏侯仪 你眼前的道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我不能遇见你的未来 我说过了 这是只属于你的宿命 够了 我也听够了你的宿命说 至于我们最近的进展 这话说来可长了 话说从那天在古蜂火台遇见你之后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至于重铸客盘结果如何 明日一早便可分享 原来如此 没想到此事 竟然怯连如此之远 那位在楼兰城地下深处的九魂天洞仪 想必就是让弃药仪鬼偏离的元凶 虽不知楼兰灭亡之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在那星鬼客盘毁断的千年间 他竟能一直将楼兰城封隐在大漠空中 其力量着实是可畏可不 所幸你们已经取得客盘碎片 倘若用以驱控天洞仪的客盘重铸成功 我们退可封止天洞仪 防止幽界完成入袭今世之徒 近可让天洞仪逆转 将他在千年前所偏离的天律仪鬼拉回原位 长久以来的天象纹乱已可自此而终 夏侯仪 你果然是天命所系之人 我知道我不会看错的 别高兴得太早 我可没说我要照着你的画作 这个咱们到时候就会知道了 嗯 反正是要等上一夜 今晚你们不妨就好好在甘州城里休息吧 奔波了这么久 偶尔鲜花也不坏啊 好主意 那么大伙就悠闲地在客栈里喝酒吧 喝个不醉不归如何 不要 想喝酒的就只有古大哥你吧 我宁可和夏侯大哥一起在外头乘聊闲聊 大伙跟我奔波了这么久 我也十分过意不去 既然小公主提出此意 大家就趁今天好好歇息吧 就这么说定了 不管去做些什么 明儿一早在这客栈前会合便是 去做自己的事了 难得可以像现在这样闲来无事 该做什么好呢 冰离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种地方 我只是想一个人散散心 或许是我多心了 但我一直觉得 自从我们去过天上的楼兰城之后 你就变得有点奇怪 你是想起了什么往事吗 我有些话 有些只有你才明白的事情 想单独对你说 可以吗 好 当然好了 瞧你这欲言又止的样子 若你觉得这里不方便的话 咱们就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好了 这样吧 我们去沙州城盼的月牙泉好吗 就依你说的 既然如此 咱们这里走吧 要是不想被古大哥拖去喝酒 可这整天都拖不了身了 嗯 好疑人的叶峰啊 怎么样 这月牙泉盼的夜景 你还喜欢吗 嗯 真美 看来这一趟是来对了 说来也真是神奇 不到半里处便是寸草不生的荒沙蔓野 这里呢却是名谈映月 风轻重鸣之所 人世间的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啊 哈哈哈哈 是啊 纵使漫长的岁月已经改变了一切 这夜空 这明月 依然和我们昔日在观星台上 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千年的岁月 就像昨日的一场梦一般 心月如煞行不止 独带幽梦初行时 呃 冰璃啊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即使我还没有想起往昔的一切 也看得出你心里十分苦恼 这里没有别人 你到底有什么为难之事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这就都告诉我吧 其实也没什么 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呃 说吧 到底是什么问题 在你的心中 你把我当作是 怎样的人 这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啊 或许你是和我携手共灭彼此命运的旅人 是这样吗 那么 如果我的使命 是要毁了这个人世 你会不惜刀剑相向来阻止我吗 啊 他为什么这么问 而我又该怎么回答啊 没想要我 我相信你 你会不得欠罪我 你会怎么回答啊 那你怎么回答啊 我得欠罪我 你不得欠罪你 你怎么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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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 我们一起在观星台赏月的时刻 应该是许久之前的回忆 却觉得像是昨日般的清晰 或许是因为这亘古不变的月光的缘故吧 秉丽 对不起 我也很想和你分享这份怀念之情 但是过了这么久 我还是没能想起过去的一切 虽然如此 若你心中有任何困扰 烦扰 至少也让我为你分忧解闷 好吗 此刻 什么都别再说了 今夜 就这样陪我在这里 直到天明为止 好吗 我想再多看一会儿月亮 当然好了 反正也不急着回去 明一早赶得急回甘州和大伙会合就好了 好希望太阳永远也不会动声 那么 这一夜就永远也不会结束 大家早 稍微迟了些真是抱歉 一地 早啊 还好你没太迟 不然大伙就打算去找小公主 请他沾沉沉看你们到哪儿去了 真令人想不到啊 夏侯兄弟 昨天你一溜烟就不见人影 就是和冰璃姑娘到哪儿去轻轻我我了啊 啊 没 没这回事 我只是和他聊些琐事而已 没什么了 古兄 这个我们可无权过问 一地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咱们快去看看潭铁江那里顺利与否吧 嗯 我们趁着走吧 小公主 快来和我喝喝痛快 嗯 今夜就和古大哥一起畅饮度过吧 小公主 我认输了我不能再 再喝了 喂 是你来找我喝酒的 怎么我才觉了点渴 你就喊不行了 要知道一个人喝酒可是无趣的很 起来起来 啊 饶了我吧 嗯 啊 已经睡着了 哼 真没用 这下只好我一个人喝了 哇 没想到古大哥竟然醉成这样 对了 小鬼头 你还没到喝酒的年纪吧 夏侯仪 那些你有所不知 我在神雀宫喝过的酒 说不定比你喝过的水还多 如果不相信的话 换你过来陪我喝酒 咱们先拼个三大碗再说 我才不陪小鬼酗酒 不会难得看到你有这番雅性 问你喝个两杯倒不为过 你果然和风女侠一样够爽快 夏侯仪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酒乃是人间独有的绝品干露 只有傻子才不懂喝酒的好处 怎样 来一碗吧 不可思议啊 听你说这句话的口气 一点都不像是个八岁的小鬼头 倒像是喝酒喝了几十年的老酒虫啊 你太小看我了 这岂止是几十年而已 要是把历代十二代战女的经历都算进来 怕不是有六七百年了 我说喝的酒比你喝的水还多 这可不是随便讲讲的 十二代战女的经历 小公主 这么说来 过去历代战女的所知所见 你都还记得吗 当然呢 这就是记魂之仪的功劳 但那一切毕竟非我所亲身经历 有时从冥思中醒来 总有恍如隔世 今生若梦之感 其实你说的也没错 若无历代战女的冤枝薄食 我也只是个乳秀未干的小鬼而已 但在忽然间知道了那么多事之后 我就只好变成这副人小鬼大的样子 唉 废影久而知其微 其实也是件蛮无趣的事情 听你这么说来 神雀公斋女或许高高在上 其实也是件蛮辛苦的差事 有件于此 我以后不再叫你小鬼头便是了 夏侯仪 自神雀公开创意来 猪派民宿不分年龄辈分 一向对战女极其敬重 即使是天摇派的开山祖师 惊天神走 也曾在前代战女面前屈膝礼拜 普天之下 唯独你敢叫我小鬼头 将来也许 是因为我们命中有缘吧 公主大人 一地他年纪轻 性子里又带着一股不羁的轻狂 请您别太责怪他 责怪他 不如灌他三大杯来得有趣 夏侯仪 你该不会怕了我这个小鬼头吧 喝酒就喝酒 有什么好怕的 来吧 没想到大火这么早就都到了 昨晚都睡得还好吧 昨晚古兄被小公主灌得大醉 后来一地你也喝了不少 我本来还担心你们能不能起得来 看来是我多虑了 起是起得来没错 不过现在眼前还有点花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哇 昨晚有拼酒大会啊 真是错过了一场好戏 早知道我就不外出乘凉了 还好你没来 我昨晚真是够丢脸的 竟然输给一个八岁的小女娃 哎呀我过去这十几年的酒 都白喝了 古大哥 输给一个有七八百岁的老太婆 算不上丢脸 这件事就别在意了 啊啊 老太婆 一弟 下次给小公主听到你这么称呼她 只怕她又要生气了 非也非也 你们想想 从小鬼头改成老太婆 辈分一下子跳了好几级 足证我对她的敬畏之情大增了 我们还是快去看看 弹铁匠那里是否顺利吧 哎 说得也是 嗯 我们这就走吧 好漂亮的玉坠耶 该选哪一个好 啊 这个这个 夏和大哥 你来了 赶快来看看 瞧 这只玉佩很漂亮吧 嗯 不论玉制雕工 巨为上品 玄妹 你很有眼光哦 夏和大哥 人家 想要这个 哈哈 你不说我也知道 等一会儿啊 老板 这玉佩多少钱 看在小妹子聪明乖巧的份上 就算公子便宜些 好 我买了 那 这个就送给你了 要好好保管哦 弄丢了可就没了 谢 谢谢夏和大哥 我就知道夏和大哥人最好了 我 我一定会很小心很小心地保管她 就算死 也绝对不会让别人拿走的 傻姑娘 用不着这么拼命 不过是没玉佩而已 不 这是夏和大哥送我的礼物 对我来说 比什么东西都要来得贵重 你喜欢就好 这样高兴了吗 嗯 谢谢夏和大哥 我真的 好高兴 好高兴 夏和大哥 我正想找你呢 怎么 又想让我送你东西吗 没这回事呢 人家才没有这么贪心呢 我只是想 难得像这样有空 想趁机找夏和大哥 聊聊天而已 要找我聊天 随时不都可以吗 不 我想 我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和夏和大哥 谈一些心事 好吗 难得玄妹要找我谈心 我能说不好吗 夏和大哥 你又来欺负人家了 我要罚你 好好好 是我不对 你打算怎么罚我 我罚你 晚上陪我去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赏夜聊天 好吗 赏月倒没问题 却不知你想上哪里去赏 我想去沙洲城畔的月牙泉 以前就听城里的小姐们提起过 说那里的夜色如何如何好看 虽然我们在调查龙妖之时一起去过 但我想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去的话 感觉一定大大不同 嗯 不过有龙妖的心力 你不怕那里会有恶鬼妖魔在夜里出现吗 有夏和大哥在 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我们这就走吧 哇 好漂亮 夏和大哥 快来快来 选妹 又怎么了 夏和大哥 你瞧天上这轮明月映在泉水之中 青蓝浮光 当真是这荒漠中的绝美奇景 沙洲居民口中的明沙灵水 泉涌双月 果真是名不虚传 不对不对 就算泉涌双月再漂亮 怎能和我眼前的玄机天应比啊 一个在地 一个在天 这可不有云泥之差 讨厌 夏和大哥你又来欺负人家 怎么 说漂亮也不成啊 慕容大小姐可真难伺候 小的下次不敢了 请小姐息怒 小姐息怒 夏和大哥 我没有生气 只是你这样称赞我 我 我会害臊的 玄妹 如你这般聪慧机敏 兼有纯真善良的姑娘 就算让我多称赞几句 也是当之无愧啊 反正这里又没别人 害臊什么呀 夏和大哥 哈哈 瞧你 这么经不起斗 还是别斗你了 言归正传 你今天找我来这里 到底是和我谈什么心事 怎么了 当我认真要听你说话时 你又不说话了 该不会是我又惹你生气了 对不起 夏侯大哥 我自己心里明白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 你一直待我很好 而和你一起四处历练的这段日子 更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 我 我一直偷偷感谢老天爷 让我能有缘分认识你 你把我说得太好了 这一来反而是我不好意思了 夏侯大哥 我自己很明白 我是没有资格再多向你要求什么的 可是 有些话 我终究是没办法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所以 我最后还是任性地约你来这里 希望 希望这成绰的月光 能让我有勇气 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夏侯大哥 我只是有几句傻话想要问你 如果 如果这些傻问题让你着脑生气 你尽口闭口不答 就当我是在自言自语 从没说过这些便是 好吗 嘿嘿 你问的傻问题 你问的傻问题和你一样傻得可爱 哪能让我生气 你不用再议这个 想问什么就问吧 夏侯大哥 在你心里 你把我当作怎样的人 那还用说 你是我最疼爱最宝贝的玄机妹子啊 还是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还想听些连我都不敢说的肉麻话 这里虽然四下无人 但还有明月在天上看着 这些话我可说不出口 真的吗 可是你 已经有了冰璃姐了 玄妹 你大费周章地把我找到这里来 莫非就是为了问这句话 你该不会是暗地里 对冰璃吃醋吗 不 我从没对冰璃姐有个不敬之心 只是 夏侯大哥 从我和你相识以来 冰璃姐姐就一直伴在你身边 即使她从来不多说什么 我也看得出 她的眼中只有你一个人 而且我自己也觉得 她和你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总是害怕 或许在你的心里 已经没有了可以容纳我的地方 这段日子以来 我一直在想着 你 到底是喜欢冰璃姐多些 还是 喜欢我多些 我自个儿傻傻地想 想了很久 想得心烦意乱 还是 想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 夏侯大哥 我还是想听你真正的心意 就算结果非我所望 能听你亲口说出此事 让我死了这条心也好 小时候 冰璃吗 我不明白我对她的感觉 到底是男女间的爱恋 或是无法补偿她这千年腰带的愧疚 那有追忆与不舍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怀 和对你的感情是全然不同的 这就是所谓的牵绊吧 也因为如此 对我来说 她是我无可替代的 故人与伙伴 所以我也对她倍加珍惜 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情爱 不论我们之间曾有过什么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她想要守护的 并不是现在的我 而今生的我 也未必就得再喜欢上同一个人 玄妹 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我当然明白 听你这么说 我还是有希望了 不对 为什么 当刚你自己才那样说的呀 不是有希望 而是大大的有希望 只要再稍加把劲 或许你的愿望就会成真了 夏侯大哥 你又欺负人家 是我不对 你别哭啊 我道歉就是了 夏侯大哥 不是的 我不是因为悲伤才哭的 这是 喜极而泣的泪水啊 不管怎么样 今晚来这里这是来对了 能问清楚一直营绕在我心头的问题 能听到你亲口说出这答案 我真的好高兴 我真的好高兴 我总算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这样你放心了吗 不会再没事胡思乱想了吧 可是夏侯大哥 我还有很多很多心里话想和你说 急什么 夜还长得很呢 咱们就到那边的大石上坐下 你爱说多久就听你说多久 好吗 大家早 稍微迟了些 真真抱歉 一弟 早啊 还好你没太迟 不然大伙就打算去找小公主 请她沾沾看你们到哪儿去了 真令人想不到啊 夏侯兄弟 昨天你一溜烟就不见人影 却是和慕容姑娘到哪儿却亲亲我我了 没 没这回事 我只是和她聊些过去的事而已 没什么了 是啊是啊 我们只是看看月亮谈谈天就这样而已 古兄 这个我们可无权过问 一弟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咱们快去看看谭铁江那里顺利与否吧 嗯 我们这就走吧 可恶 大家都还好吗 夏侯大哥 我在这里 大家莫慌 我们逐个击败这些妖罗 再前往楼栏 嗯 往天洞仪核心的路是从这里走没错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自然是下到天洞仪的核心所在 将这好不容易修复的圆盘装上去看看 在这之前 我想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吗 咦 难得你会有这种想法 咱们要去哪里 龙兰王家的藏宝室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在这附近 我想 那里应该还会有些我们用得上的东西 既是如此 你就快带我去吧 嗯 跟我来 哇 好豪华的藏宝室 这藏宝室隐藏得如此隐秘 若非冰离姑娘知道机关所在 只怕咱们找再久也找不到 不简单 不简单 这可是一千年前的遗物呢 咱们快看看有什么东西吧 古大哥 你的寻宝癖又发作了 小心乱动东西又触动什么机关 咱们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这白烟室 哇 我什么都还没碰呢 莫非用讲的也不行 嗯 怎么 眼皮忽然就中了起来 大家小心 这烟有毒 风姐姐 雪妹 古大哥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你 兵离 是你 是你做的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做 告诉我 为什么 兵离 回答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别无选择 只有出此下策 新鬼刻盘 我先拿走了 对了 或许以后 我们再也无法相见 所以 这个就当做是绝别之物吧 还有你送我的项链 此刻的我 再也没有资格带它了 所以 也一起还给你 霍庸 别了 这具象是 这是 它手上的明经之计 难道它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记得 前面喷出一阵白烟 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可恶 还没弄清楚 又平白生出这么多妖怪 可恶 你被铁栅栏堵着 没办法从这里出去 若我猜测不错 那几处机关 可操作那些铁栅栏 若是全部玩下 说不定可以离开这里 冰黎姐姐把我们骗进来这里迷晕的 夏侯大哥 是吧 嗯 是他 我身上的星鬼刻盘 此刻也不翼而飞了 世上知道如何使控制刻盘的 就只有我和他而已 我想 是他 不会错 我不明白 冰黎姑娘他为何这么做 夏侯兄弟 就算我这粗人再没看人的眼光 我也不相信他会背叛你 或许他是被谁迷昏了心智 不 他不是背叛我们 他只是独自去实行尊神的命令而已 那本来就是他来到这世界的目的 也是我的使命 夏侯大哥 你在说些什么 总而言之 我全都明白了 咱们快到底下的天洞仪机关层 冰黎必定在那里 我们得在他启动天书仪座之前阻止他 不 或许此刻已经迟了 启动天书仪座 姨弟你的意思是 是的 他在履行千年前我给他的遗命 凤姐姐 这事说来话长 咱们先走再说 音像幽纷乱了 莫非有什么事发生 纪石大人 纪石大人 不得了了 汉军 汉军冲杀进来了 现在宫中上下乱成一团 卫师们正在正门阻挡敌军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上的禁制明明还在 为何他们能通过禁制进来 听说是宰相库渣大人私通外敌 用您给的铁令放他们进来的 果然是他 早知汇城死害 当初就该不顾大王责怪 直接把他杀了才是 冰黎呢 剑石大人一听说有敌军闯入 就立刻前去迎战了 之后他担心敌人的目标是大王 因此前门稳下来之后 就先去华穷殿内守着 我知道了 这回的敌人非必寻常 倘若抵挡不了时 你们可能得先出城避难 王族亲眷那边也只会他们做好准备 这 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敌人是 季使大人您对付不了的 敌人既已入城 那一切就很难说了 我有必胜的最后手段 但怕会连带伤了你 所以你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明白了 季使大人 那就一切都拜托您了 寻常汉军不会有这种谋略和胆识 一定是那家伙在背后发令指挥 哼 既是如此 得先和兵离会合再说 我们楼兰自立于荒漠之殿 何须你们汉朝来管 赶紧滚回你们中土吧 杀光这些不实抬举之徒 一个都不要留 来吧 我们早有觉悟 即使战死于此 也胜过当你们的陈属 你们退下 让我来收拾他们 没用的东西 前锋一败 后面的就做鸟兽散了 不愧是我们的祸迹使和兵离剑使 除了刚才那一批之外 到现在为止 共有多少个敌人闯入 我们调派宫内轻卫全力抵挡 就没再让任何敌兵闯进来过 不过 不过什么 当初第一批敌兵闯进来的时候 好像有个身影 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 不过那时 我们急于对付敌人 因此就没怎么在意 相应 也罢 此事我自会处理 趁着此刻敌军后退之际 你们赶快带着城内愚人撤离 在三个时辰内前往离城五里之处 属下参见即使霍大人 我马上就要施展审法兼敌 你们不必再看守于此了 赶快和其他士兵一起撤出吧 嗯 等等 你们顺便到机关房间去 转动开关将通往地下层的入口关闭 并将所有房门和通道封死 然后从密门离开此地 属下遵命 即使大人 箭使大人 你们可要多加小心 嗯 看来这地下层已经完全封闭了 父介子 咱们在此好好做个了断吧 霍机使 真是惭愧得很 都怪寡人昏庸愚昧 才会中了库渣内金途之计 眼下汉军的攻势总还挡得下来 但是铁令已落入敌手 大王不须挂怀 汉军再多也不足为惧 臣只担心是有人图谋成乱闯入 魏防万一起见 请大王和诸卫士先行离城必退 于是由臣下处理便是 霍机使 今日朕安归身为楼兰国王 便该与这楼兰城共存亡 若是因为性命之忧就弃城退避 岂不让历代先祖和人民笑话 臣领命 丙离 跟我来 霍机使 朕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 朕就在这里等待你的 霍庸 此刻我们该如何是好 出城和汉军正面决战 亦或死守此处不出 将要之仪就快攻城圆满 敌人会挑此刻来袭 想必是为此而来 我们自然是全力守住天洞仪 我为了预防此事 早就在观星台上布好 风忧死戒 胆敢近来碍事的 就让他们一起陪葬吧 风忧死戒 与观星塔的沾天盘 开放天洞仪所有的逆元忧力 除了来自幽界的你我之外 这楼兰城方圆三里内的人畜 虫草都将尽数死绝 那么 这楼兰王国的人们 不也会全都 自然也是一样 后庸 我们不能这么做 在这八年之中 楼兰王国的人们 对我们如此尊敬信赖 我们怎能冷血无情地 将他们坑杀于此 兵力 手持幻剑的你 何时起变得这么心软了 你自己也知道 我们来这世界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不是来拯救他们 免于汉凶两强的争夺 而是将永恒的幽暗 带来这个人世 这最后的结果 对他们而言 其实和风忧死戒 也没有什么两样 可是 不管幽暗降临后的人间 会是如何 我还是想救他们 至少 在风忧死戒完成之前 先让他们离开此地 好吗 好吧 坚持要留在此地的安归王 就没办法了 待会儿我会叫守城的士兵们 传令下去 将全城百姓 疏散到离城无礼处 这样可以了吧 霍庸 谢谢你 虽然我无法完成 你真正的心愿 但至少这个 我还能做得到 走吧 事不宜迟 我们得快到观星台去 本以为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 没想到 就这样坏在叛徒手上 汉将王辉 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座城 就让你带来的这些倒霉鬼和他同葬吧 李狂浩死兄立灭 赵千元万汉之忧 隐灭天必日之暗 环穹七皇 举风此真 好 风忧死界完成了 离七星巨城 还有三个时辰之久 应该还来得及让他们逃离此地 接下来得去通知他们了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神妙无方的装置 的确具有催动天药的无比距离 雄士之客就在眼前 若我无法阻止他们 你以为你阻止得了吗 终究是被你们发现了 汉史副界子 虽然是你不请自入 我仍然欢迎你参观 我精心建造的九魂天洞仪 还是该叫你相印比较合适些 啊 霍祭史提醒的是 这点不入流的化形小技 真是让霍祭史见窍了 你化身为汉史副界子 为王辉历仇献策 千方百计要攻下楼兰 其实只是为了一窥这里的究竟 怎样 在此所见的一切 你还满意吗 哈哈哈哈 分割明优二界的穷苍天河 不容一界邪优之时 行虚太古的实轨疑虑 更不容你们任意轻毁 我身负天庭秘史之职 明知不敌而等二人之力 也得尽忠职守 死而后已 霍祭史瞧不上的化形小技 却是我的看家本领 还望莫要脏了祭史的眼 天庭的万象化形 我倒要看看你准备了几道化形之计 命令 北剑 是 是霍祭史 这次让你会会老朋友可好 手下白家 还想再尝一丝苦头吗 那就成全你吧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今日是要死战到底 你还真是 不可救药啊 不行 是为忧神罗侯轻卫的日月双世之力 果然远非我所能及 神将相印 纵然你的忠心胆气可佩 但我向来不饶人两次 这就纳命来吧 等 等等 若非天庭上官 与我这势难达成之任 我也不会行险 做这不自量力之举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再听命于彼等 或计时 只要您肯高抬贵手饶我一命 我愿发誓降服于您 自此一心一意 效忠于忧神罗侯 您说如何 相印 若你愿诚心投入我方 并将天庭诸般内情机密告知于我 以为来日之战所为 我不但可以饶了你一命 还可让你成为 征伐天庭的首将 蒙祸即使如此垂碍 小人感激不济 不过我可没那么容易相信你 你需得交出你本命的原破内丹 让我行使从始之谊 倘若你怀有二心 内丹上的尊神之印 便会让你神魂俱灭 这 对我被心急得道之人而言 这原破内丹既是一切 或计时 您如此信不够小人吗 从始之谊 即是忠诚之正 若非经过此谊 我谁也不相信 相印 你说如何 小人明白 这就是小人的原破内丹 很好 等我以从始之谊 刻下尊神之印 这内丹便即刻归还于你 霍庸 霍庸 你没事吧 没想到这方法竟能得手 即使霍庸 我因为迫于情势 只好对你用血龙臂 这种无耻奸计 真是对不住 荒谬 真是荒谬 这八年来 我谨慎细心地计划 一切自认周祥严密 万无一失 没想到到头来 却着了这种 再容易看穿不过的道 难道 这是冥冥中注定的 天意 就像 沉添盘上的那道阴影 霍庸 干得好啊 相印 不管是用何种手法 你能将我伤成如此 今天就算你赢了 但是我可还没有认输 即使我已无法活着完成将药之意 你也动不了这天动一分毫 我会把这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留待千年之后的真正的胜负 在下一次的凶事之刻 我一定会回来完成将药之意 等到那个时候 你再试着来阻止我吧 绝力诸法 拒绝无法 霍庸 你的伤势 你的身体不能再 完成了 在星轨可攀一回 碎片四散于一阶各处的现在 再也没有人能阻止这一切了 再过半炷香的时间 此城就会在封止天动一而生的 优历下一分为二 自此各居无人能及的天地之涯 随此而生的无方幻界 将会永远保护这座幻城 直到来生的我再次开启天书一座 继续这未完的一切之时 除此之外 剑士兵离听令 剑士兵离 在此功闻欲命 兵离 即使得经历无数次转生 我一定会度过千年的时光回来 或许那时的我已经形貌全非 或许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认出我的 可是 我的魂魄能否经历千年的转生而不破散 千年之后的我是否还会记得尊神的御命 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 你要在那里等着我回来 万一千年之后的我 万一我已经无法实行自己的使命 你要代替我启动九魂天动仪 完成九星仪轨合一的将要之仪的最后一部分 让幽界重回今世人间 我在那里留有一切所需记述的文卷 只要找到它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不 华庸 你不会死的 你是尊神引以为傲的记事 即使是这样的商业 老板 萍兰兵 康 十五 八 八 你不会有拥有 我让你回来 你遇到那里 你去哪里 我 came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不 不 这不是真的 你不会就这样抛下我离开的 可是 为什么 剑士兵力 我无意打断你的追思 不过这里的逆界坏力越来越强 一旦方界完成 任谁都走不了了 是您杀了国庸 现在还不是一决胜负的时刻 在千年之后的双十之刻 你我都会再回到此地 今日尚未了结的一切 就留到那时再来做个了断吧 你 休想逃 恕在下不奉陪了 那么 咱们千年后见了 霍庸 没想到 这一切竟会以这种方式收场 但是 只要是你的命令 千年也好 万年也好 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只希望 这许久许久的等待 不会让我将你的一切忘记 黄鹤 我们回去吧 回到我们最初来到这人世的地方 副将高宣 刚刚的异象你也看到了吗 或者只是我王辉一个人在发痴做梦 辉将军 属下 的确看到了 在窝卷入天的狂风雷云之中 楼兰王城被一股惊人的大力连根拔起 消失在疏然消失的天上大洞中 在我年轻之时 和一位道士先生学过一点占星之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我刚刚在天上同时看到日月乍现而已 还有北辰七要在天目云顶同战妖蒙 此乃天悔地溃的志兄爪相 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代表着什么 回将军 属下愚昧不知道此事的真意 嗯 知道这一切真相 大概也只有那深不可测的参军复界子了 当初他鼓动圣上发兵拿下楼兰 必是别有用心 我们看到的奇景就是铁正正的明正 参军大人一个时辰前领五百精兵潜入城中 原本全军已经整装待发 只待这批先锋打开城门 便一鼓作气攻下楼兰 现在事情变成这样 咱们却该如何是好 现在情况不明 楼兰王城又已凭空消失 我们只能先在原地按兵不动 一切等参军回来再说了 参军复界子参见王将军高将军 参军辛苦了 你潜入楼兰的情况如何 回王将军 属下潜入城内之后 忽然见到一战闭目蓝光 镇耳轰鸣 正要呼叫重兵士避难 但是已经太迟 慌乱之间回头就逃 待得双目恢复清明之时 忽见幽芒照顶 抬头一看 只见楼兰王城正缓缓飞起 属下回头寻找带去的五百兵士 结果一人也无 只遇到出城避难的皇族中人 宫中扑弊 还有在士兵带领下离家逃难的百姓 他们群集在城郊处 看到王城凌空飞起的光景 全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哦 那么说来 楼兰王国的王族百姓 都幸免于难了 这倒是不幸中的大幸 话虽如此 但不独王城在这一变之中湮灭 整个楼兰王国也几乎被风暴毁得片马不存 今后要如何安置这些移民 才是令咱们头痛的问题 的确如此 参军 你与此可有什么高见 咱们集合这些军兵之力 帮他们重建家园城池 如此咱们既可得到屯住之所 对圣上也能有个交代 不知将军以为如何 嗯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果然不愧是冥满天下的副界子 此事就依你的主意吧 我最后再问你一件事情 希望你照实回答 将军请说 你在楼兰城内的遭遇 真的就只有那样子吗 都怪属下寡志无能 目睹那惊人奇景 并只有发足奔逃的份 唉 一切都怪我过于急躁 白白牺牲了五百名弟兄的性命 我知道了 参军请勿过度自责 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吧 是啊 天意 这一切都怪我 就有人要放过楼兰吗 抱歉 我们并非千年前的汉军 这一次定不会让你们得逞 下后兄弟 看来和他们说不通 只能来应得了 你可千万不要做那件事 可恶 偏偏在这个时候 怎么速战速决 兵力 再等等我们 黄鹤 对不起 我已经没资格当你的主人了 见识兵力 这不像是你应有的力量 我们今日是非取你的性命不可 为何你不全力一战 他嘱咐的将要之仪已经完成 我在这里的使命医疗 再也没什么牵挂的事了 既然你们要取我的性命 那就爽快地拿去吧 哼 你是不把我们十轮尊者看在眼里吗 接着一招看看 住手 不准伤他 霍庸 不 不会是他 谁敢在动他一根头发 我就把他送进五万四云 既是霍庸 你来得正好 今日正好在此 把罗侯双持一举讨灭 当初容你们活下来 想利用你们之力对抗罗侯的想法 实在是鱼不可及 早知如此 当初再楼兰一意 就该趁便毁了你们 你们千年前没能同死 今日由我们十轮功之手 送你们共赴皇权 可该没有怨恨了吧 等等 十月双十之刻 马上就要来临 忧戒之门将从此动开 忧神罗侯亦将再度降临近世 届时无放忧惠将笼罩天地 使世界一切活物死灭殆尽 凡我十轮功弟子 既当手中持正除魔未到 令十轮重回正规 十轮功老头 不敢与我正面较量吗 以利小夕 这法阵内的十轮弟子 由密法护体 可完全抵御 童元咒术与武学的攻击 夏侯依 债女一直对你寄予厚望 希望你能将功补共 十轮功这才对你们多加忍让 可不是怕了你们 既往罗侯使者能一概前非 本就是圆木求愚的傻事 咱们还是何力将他们两人毙命于此 面得将来夜长梦多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萨陀河 银河四海 以己身为耻 化他功为水 银河而后劲 放乎四海 风姐姐 你是说这十轮功老头 会分担我们的攻击 是忌惮昔日 忌使的威力吗 此等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之法 即使是不会懂的 自从千年前的不差之后 我们十轮功就重新几率 要防止此事发生 没想到还是给罗侯双使得逞了 看来 只有使用十轮禁法 彻底灭掉罗侯双使了 哼 不许妄动 为得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对他们动手 为者以十轮功九大戒律惩处 不懂尊者 见识兵离开启了幽界之门 乃是事实 为何还要再回护他们 夏侯一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看错人 现在是你决定一切的时刻了 幽黎 你真的完成了将药之仪 对不起 你用不着道歉 这本来就是你的使命 也是我的使命 你这么做 我并不怪你 可是 我背叛了你啊 我知道你并不希望这样做 不许你是霍庸也好 是夏侯一也好 我从以前就不愿做出 违逆你心意的事 然而 在那场梦之后 我想起了大半的过去 在我们打倒幽界中的饕餐之后 那个梦 你也梦见了吧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心事瞒着我 特别是在看过藏在华雄殿的古文封卷之后 封卷里面是我 是霍庸嘱咐你的刘叔吧 是的 霍庸在那卷古文封卷里樽樽盯住 要我务必完成他未尽的使命 我没办法背弃他对我的托付 而在试探过你的心思之后 我知道 如今能实行霍庸一命的人 除了我 没有别人 背叛霍庸 或是背叛你 我只能选一个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不想这么做的 从千年前我就知道 然而 就在我完成降药之仪之后 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的 是我一直没能想起的最后一段回忆 那是当年楼兰的泄露 和你约定的最后一刻 而从那幻境中醒来之时 我只觉得满心的欢喜 却又满心的悲哀 喜的是 我终于回想起那时的心情 想起我是为了什么才等上这悠久的时光 那不是因为尊神的使命 是因为和你的约定 是为了希望有一天能再和你重逢 希望这个长道让我忘记一切的梦 有一天会真的实现 而悲的是 我必须背叛眼前的你 亲手毁掉这个好不容易才实现的梦 这一切都是宿命的安排吧 当年的我 霍庸定下那个约定时 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没想到时间会改变一切 是啊 又有谁能料到千年后的事情 而这一切之中最令我痛苦的是 如今的你 已经完全不是活用了 转生之后的你 以凡人之身生在着人世 将世人视为伙伴的你 已经不在乎尊神的命令 一心一意 想要阻止幽界的降临 可是 为了霍庸而活下来的我该怎么办 在我的眼中 你和霍庸并没有什么差别啊 冰丽 对不起 什么都别说了 冰丽 和我一样的 把霍庸与过去的一切一起忘了吧 你已经履行了对她的承诺与勤奋 从今以后 你只为我而活 而我也只为你而活 好吗 可是 已经太迟了 就要以轨以动 再过几个时辰 神官天雀就会冻开 我终究还是做了我最不想做的事 而就算你能原谅我 世上的人们 还会像这 司尊者一般 视我为仇敌 今后 必会为你带来无数困扰 所以 你还是一剑杀了我吧 此时此刻 能够死在你的手里 我再无遗憾 你说这什么傻话 谁胆敢伤你 就是我夏侯仪的敌人 我可没有怕过谁 至于神却天官洞开 那也不是无法可讲 倘若尊神降临到这世上 我们就集合全力击退他 逼他退回幽界便是了 我们 办得到吗 兵力 别忘了 我们可是尊神 以你为傲的事实 他赐予我半分的数法之力 赐予你天下无双的 剑力与换剑 光是我们两人的力量 就堪与他匹敌 若他加进风姐姐 古大哥他们 我们并非毫无圣机 反正事已至此 我们也只有轻力一战 如果我们胜了 不但能保住 这片美丽的天地人间 还可以从尊神手中 得回我们的自由 自由吗 嗯 我明白了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就像以前 你是霍庸的时候一样 虽然霍庸已经不会回来了 但是这里 还有你 对我来说 这样就够了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只要不被过去的种种束缚 凡事 我们总能找得到方法的 来 你先在这里坐着 十轮四老头 你们今日不是要毁了罗侯双使吗 要动手的 现在就放马过来 我们待会儿还要迎战尊神 没空为了你们这种小事费心 夏侯仪 我不跟你做口舌之争 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刚才所说要反抗罗侯之事 可是真的 若是真的 那又如何 这是我和兵里的家务事 你们可管不着 若能得到你们之助 天雀洞开 并非无可挽救 夏侯仪 你听好了 在凶事降临的此刻 是唯一可撼动 十轮仪轨的时刻 罗侯在等的 就是这一刻 但这也是修复 仪轨的绝佳契机 若我的推算无误 你们只需封止 罗侯城中的天洞仪 十轮失去逆力吸引 便会返回 云仙的遗轨之上 我明白了 总而言之 我们得要重回罗侯城 关闭另一座天洞仪就是了 记得你的承诺 我们四人 会先到这楼兰城四周 利用天洞仪的七柱之力 行使镇药大法的秘遗 封闭天幕 阻绝游营 趁机入侵 在天幕洞开的瞬间 我们变成黑龙 从观星塔顶 直入游营 不过 我们这一去 应该就暂时回不来了吧 自是如此 此外 光凭我们四尊者之能 还无法镇住 比方天洞仪的距离 夏侯一 你顺便替我们知会 身在甘州的神雀公斋女 请她带领前来此地的中原群豪 起诉来此 一起出力 行使这镇药大法 好 兵力 咱们走吧 用我们的力量 保护我们所珍惜的这人世 从尊神那里 取得让我们立于天地间的自由 这是你长久以来的所望 虽然是迟了点 但我总算能着手 实现你的心愿了 纵然我也不再是 你所信赖倚靠的货庸 我依然希望 你能将力量借给我 就算旧日的时候一样 嗯 你该明白的 我的剑 和我的心一样 永远都是属于你的 我永远都是你的剑石 弥兰娜巴大师 我有疑问 楼兰的一切 这九魂天洞仪 全都和幽神有关联吗 这一切 要从天地尚未开创之时讲起 最初存在这世上的 只有花蜂 混沌 幽影三物 花蜂为无方之光 幽影 为阴时之暗 这相生相克的两者 在开天霹雳后 与混沌 化身为 环宇间的万物 经万年 明定为 明矮 定土 与花荒 也就是后来的天界 人间 与地界 然而 掌花蜂与混沌的创始之神 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女娲 与福西 害怕幽影带来的时 会吞噬世上的光 与生命 于是 他们合力以 诸药诸公之力 造构天幕之杖 将幽影 永远隔绝在 京室之外 只留下了 早已遮蔽 半边天空的黑夜 天地人三界之线 便由此奠定 自此之后 幽影 只能在 珠药运行时 使这屏障减弱 天幕暂时 洞开的瞬间 侵入人世 这片刻间 吞日十月的暗影 就是被分割在 一界中的幽影 两位尊神 将幽影 曲绝之后 那位掌管幽影 的创始之神 后来怎样了 这问题问得好 后世的一切纷扰 就是由此而起 幽影的主宰者 也就是幽神罗侯 自然不敢 自己和眷族 被永远封在 幽影之中 于是造出 两个从事 送往人间 这一男一女 两个使者 分掌剑术之力 奉命利用人间的 征战纷乱之机 设法建造 能隐聚偏动 星药仪轨的 奇异仪轨机关 这机关之力 能取地经天为 绕书仪道相 他们计划在 每千年一度地 诸药偏散 天目的风格之力 最弱之计 用这机关之力 令星药离鬼偏味 幽界和罗侯神 便可趁着天目 散破洞开之时 借天洞仪打开的通道 重返人世 在罗侯神派来人间的 两位从事中 兵离便是掌护法之职的 箭矢 霍庸虽在千年前 死于与神将相应之战 但他临死前 发下怨诺 将要历经转身 回到京市 继续未经的使命 罗侯 霍庸 转身 我都搞糊涂了 我已经记起前世的一切 也不想否认 你们所说的种种 但是 我已经不再是霍庸 也不会再成为霍庸 嗯 一帝 我们相信你 接下来还是前往甘州 寻找斋女吧 哈哈 管他们说你姓神名谁 你就是我的夏侯兄弟 嗯 谢谢大家 前面的身影好熟悉 那是阿图兹村长 他为何会在这附近 原来真的是夏侯公子 我还以为认错了人 小事情 只是您为何孤身在外 伊斯多呢 他最近怎么样 哎 该来的终于是来了 前几天 他好端端的在屋里整理东西 忽然间失神倒地 昏迷不醒 什么 怎么会 我此行 是希望为伊斯多 买一些他心爱的物件 伴他走过 最后这段日子 村长 您先别急 我们陪同您去了解一下情况 千万不能放弃 哎 那就麻烦夏侯公子了 好浓重的师父气息 我们需将这些伙食清除 以免他们伤及无辜 伊斯多的情况吧 村长 您先别难过 晚辈还知道许多身怀大能之人 或许 或许他们能救得了伊斯多妹子 夏侯公子 你不用安慰我了 如果让死人复生是如此容易之事 丹音又何必花上数百年的时间 研究创命之法 丹音前辈说得没错 这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我该怎么做才能救得了他 丹音的创命之法 对了 雅布斯先生曾进行的犹太卡巴拉命移 其实也算是一种创造生命的神迹 这么说来 或许他可以救伊斯多的性命 伊斯多多赔了我这些年 我也该满足了 这次 就真的让他到天国 和他的父母相聚吧 村长 您不要放弃 晚辈在这儿去寻一位高人 他或许有办法 可以让我走吗 我还要帮主人寻找石烟的材料 西维亚姑娘 他们听不懂你的话 我们来救你 是你们 西维亚姑娘 请问雅布斯先生在家吗 是的 你们要找他吗 嗯 这里太危险 我们带你回去吧 雅布斯先生 其实我有一事相求 无论如何 希望您能答应帮我这个忙 有意思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没想到这世上除我之外 也有和我一样志愿研究创命之际的同好 虽然他直接使用人体的做法是血腥了点 但总有值得借鉴与参考之处 绝对值得我出趟远门去瞧瞧 小公子 就麻烦你带我去那小村吧 雅布斯先生 这么说来 您是答应此事了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赶快动身吧 西维亚 您去帮我打点行能 平常我常用的那套刀具 药水组合 各种精石 还有书卷之类的都帮我放进去 是 主人 这手法 还有这惊人的保养程度 雅布斯先生 伊斯多姑娘他还有救吧 有救 有救 这位叫丹音的前辈手法十分高明 极有参考价值 只是他过度专注于肉体 却忽略了灵与肉的结合 所以才会变成这种结果 创命和复活一样 都需将灵魂封入肉体之中 这位丹音前辈草率地使用定魂珠来封住灵魂 结果灵魂不能与肉体妥善结合 长久以后肉体便从两者的间隙开始腐坏 终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原来如此 难怪丹音说过 每隔几年就要换一次身体 雅布斯先生 那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嗯 还好 这肉体当初处理得不错 以我的毒门药剂进化之后 应该可以继续使用 然后再将灵魂从原来的定魂珠萃取出来 重新定着在当基底的闲者之石上 就可以彻底治愈他了 哇 这简直是神乎奇迹 雅布斯先生 我古伦德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在我的故乡巴伐利亚也有些炼金师 但我从没想过炼金术竟有如此功用 哈哈哈哈 多谢古兄的夸奖 现在要治好伊斯多姑娘不是问题 不过当初丹音是用定魂珠来镇纳魂魄 若我强将魂魄从中萃取出来 那就得毁了这件珍贵宝物 而且伊斯多姑娘的魂魄也会因此受些损伤 线下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纯净剔透的镜魂 来净化伊斯多被污染的灵魂 一种是用满藏灵魂的镜魂 激活伊斯多衰退的灵魂 因此我想向这两位姑娘取点镜魂来用 将伊斯多的魂魄替换出来 如此便可两全其美 保住定魂珠 不知你以为如何 这 这样会不会伤害他们 我只取一点灵魂来用 了不起灵魂会少掉一些 但不会有其他不良症状的 这个 你得问他们本人才行 我不能勉强他们 既然是他想要帮这个忙 我愿意 嗯 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为了夏侯大哥 我是无所谓的 看来他们都愿意帮夏侯公子这个忙 不知夏侯公子会做何抉择呢 我再重申一遍 无论选择谁都不会伤害到他们的 既然雅伯斯先生这么说 我应该 兵离 你愿意帮助伊斯多吗 嗯 你的话 我总是会听的 我明白了 先让我看看兵离姑娘的灵魂吧 嗯 兵离姑娘 你的灵魂纯净剔透 有如无方美誉 实在是人间难得的绝品 你愿意分一点给伊斯多姑娘吗 嗯 好 那待会儿请你跟我一起 西维亚 你也来帮忙 哈哈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了 夏侯公子 这顶魂珠就交给你了 我想你应该会用得到 雅伯斯先生 真的是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我也从伊斯多姑娘的身体上学了很多 这位丹阴前辈的过人才识 定会对我之后的创命研究大有助益 天家侯公子 我真不知该怎么向你道歉 我能从丹阴的噩梦中清醒 伊斯多能够获得重生 这一切 全是出于您所赐啊 我除了一句谢谢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话可说了 这神巫金灵 是传自先祖的神意证物 我没有其他东西足以表达我的谢意 就请您收下它吧 那我祝伊斯多姑娘早日清醒康复 等到那时候 我再来此亲自向她道贺 村长先生 我们就先告辞了 我应该 玄机妹咱们 伊斯多她 夏侯大哥 我懂的 我会帮助她的 我明白了 先让我看看玄机姑娘的灵魂吧 玄机姑娘 你的魂魄不但光亮耀眼 也如彩星般剔透无瑕 你这营生的灵魂内韵 愿意分一点给伊斯多姑娘吗 嗯 我说过 我说过 为了夏侯大哥 我是无所谓的 好 那待会请你跟我一起 西维亚 西维亚 你也来帮忙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了 夏侯公子 这顶魂珠就交给你了 我想你应该会用得到 雅布斯先生 真的是 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我也从伊斯多姑娘的身体上学了很多 夏侯仪 我说过宿命会带领你亲自解明这一切 我恭喜你找回了自己失落已久的过去 也很高兴你终于选择了自己将来的道路 遗憾的是 事情的进展比我想象的还快得多 既然天洞仪已经重新启动 咱们需得立刻加入不动尊者一行 全力以镇要大法拖延凶事之客的来临 自开天幕 入罗喉城 封制比方的天洞仪 这可是天地开辟以来未曾有过的冒险之举 然而 人世能否存续 一会就此被幽暗吞噬 就看你们能否成功了 要我们重回旧地 或许也是明年中自有注定吧 这件延荡了千年之久的旧事 也该就此做个了结 为了保住这人世 为了让我们能有明日与未来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我会帅神雀宫周兵立刻赶往楼兰城 不过 四派人马稍早之前已经出城 说不定他们已经看到 回降罗伯不叛的楼兰城 倘若果真如此 以周周两人的个性 必定会进去乱搅一番 在这天洞仪已经启动 幽界不可即将降临之际 让他们在城内乱跑可是危险已急 夏侯仪 如果你来得及找到他们 务必将他们带到天双仪轨的所在 我会尽快赶到 好 我们这边前往楼兰城 小公主 咱们待会见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幻城楼兰吧 真不敢相信 这座早该于千年前湮灭的古城 就这样从天而降 此间必定还藏有什么惊人的秘密 咱们未变其音就这样贸然闯入 还是太冒险了吧 嘿嘿 娘们儿就是娘们儿 老天爷把这偌大财宝送到咱们面前 只有没胆量的娘们儿和傻子才不敢收下 咱们中原四派当初适应神雀公之邀 前来西域调查凶事暗星之事 趁机大肆搜掠古城其真 这 这岂是自居中原大派的我等所应为 楼兰自天上降回旧地绝非偶然 这必为谋事开始之兆 咱们得先尽快回报齋女 查明星耀诸相是否有益 这才是咱们此刻所应为之事啊 公孙雄 您这话可就说得过火了 咱们又不是想瞒着此事 只是既然大家辛苦来到这里 稍稍拿点好处也不为过呀 何必跟他们啰嗦 本派弟子听令 给我彻底搜索此地 有任何发现已立送到我这里来 丑虫 你 也不要态度横行妄围 谁都不许乱动这里的东西 这声音是 周崇 朱浩 周崇 朱浩 这楼兰城可不是你们仨也的场所 你们想在这里胡作非为 请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臭小子 你们来得到快 如今天上七要一句 凶石幽吟将临陷于此 如果你们还要性命的话 就赶快收起贪念 速速离开此地吧 你以为几句鬼话就能吓得到我 哼 老子受够你们了 到了这不田地 也顾不得得罪天妖派和神雀公了 今天不和你们把这笔账算清 老子就不姓周 周兄莫要动怒 我想这小子所言不假 这座幻城的秘壁只怕都着落在他身上 咱们下手可得留情 拿下他们慢慢审问 免得之后有什么一漏之处 啊 周兄提醒得好 嘿嘿 之前三分两次给你们逃掉 且看这回有谁救得了你们 周兄 朱兄 你们这样做也太过分了 你们 你们这样还敢妄称中原名门大派 可笑 可笑至极 多谢慕容贯主和公孙前辈仗义直言 这两个铁为其俗前辈的老儿贪婪无耻 我实在是看不过去想痛打他们一顿 而且你们放心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们不会脏了两位掌门的手 这两个讨人厌的老儿嚣张得够久了 夏侯兄弟 你的提议正合我的胃口 就让这两个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试试咱们这些时日锻炼出来的伸手吧 咱们中原树派之耻 莫此为甚 古大哥 夏侯大哥 凌生姐 我们别再顾及他们的身份了 他们想打架 我们就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此刻咱们早已非昔日阿蒙 他们喜欢世强相逼 咱们就让他们知道孰为强者 兵离 备见 遵命 既然你们自讨苦吃 老子就成全你们 诸兄 咱们上 姨弟 玄机妹子 他们实在欺人太甚 咱们不用再对他们客气 不过他们并非一语之敌 咱们绝不可轻忽大义 而且我想 向来破有城府的二位掌门 背后里怕是还留有一手吧 咱们也并非第一次见识他们的龌龊手段了 须得时刻保持戒心 谨防他们偷袭 娘们你方才赞颂本掌门的城府 那便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城府好了 来人 不错 既然要除魔未到 咱们就贯彻到底 来人 好小子 没想到识别三日便来对你们刮目相看了 不过我可还没认输 周崇 周崇 你还想怎样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传说中的幻城 老子是不会空手而回的 既然你们修为有如此长进 那我也不必顾忌以多为胜了 众闻人听命 周兄 你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只会多伤人命 丢人难看而已 娘们给我闭嘴在一旁看着 不然等我收拾了这一伙小众 接下来就轮到你们神武官 呃 大家冷静下来 咱们都是同道中人 何必为此互动干戈啊 糟了 这一袋的幽阴力气 忽然都在往这里集中 该不会是 不妙 大家会离开这个大厅 不好 要消灭这些妖魔 以免他们伤及无辜 太 太快了 有银之力大胜 此处的戒杖毁破在即 大家小心 这 这感觉是 真是 凶劲 4th 大ゴ 4th 185 5 violate 为特 穷犹之数 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喧绕凡人 这样总算安静点了 这 这到底是 尊神 这就是 幽神罗侯 天使应该还没到啊 怎么会 在凶石天客与将药之一交相之下 此地的幽冥界障积境无存 使无能直接从幽界化陷于此 不愧是霍庸特意挑选之所 只探这个忠诚的部下已经逝去 而他的魂魄转生成一个不值一提的叛徒 竟然妄图对武犬牙相向 箭矢兵离听令 使必兵离 拜见尊神 箭矢兵离 好久不见了 你不负使命与霍庸一眼嘱咐 完成让幽界降临人士所需的将药之一 吴对此非常满意 想要与你恩赏 此乃使必原本的职责 使必不敢鞠躬 虽然你曾因一时迷乱 与叛徒同谋对武反叛 但念在你完成将药之一之功 只要你亲手将叛徒再次处决 吴不但让你将功赎罪 并让你代武统治人士 登集为我族万事心计的女帝 箭矢兵离 为何迟迟不达 启禀尊神 使必 使必做不到 在完成将药之一之后 使必的心和魂 也和逝去的霍庸一起死了 现在的使必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而重生的 尊神的御命和好意 恕使必不能接受 愚者 你的身体和魂魄 都是出自无所赐 你能胜得过你的创造主吗 即使如此 只要是他心念所致所望 使必依然会全力以赴 一如昔日之事 请尊神放我们自由吧 兵离 自由 我所创造的人偶 竟然向我要求自由 没想到 不只是霍庸转身后的魂魄 连你的心也被这人世给迷惑了 罢了 如今凶石将成 无将可直接进出人世 不再需要你们居中奔走 只要是叛徒 都得死 只可惜了无所精心创造的你 也好 就拿血迹你们来当作无重返人世的注意 尊神 那我们就得罪了 秉离 以你幽吟异族的身份 真能与这些女娲所创造的漏臂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彼此相依互守的感情 还是因为你们想要保护这个人世的心念意志 或许两者都有吧 尊神 您在创造我们之时赐予了我们一切 却没有给我们心与魂的方向 在楼兰的八年间 我们慢慢地找到了这方向 而在转生退去缠缚魂魄的枷锁后 如今的我们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战 知道什么才是无可替代的 或许 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吧 倘若如此 那你们就变成非除去不可的障碍了 当初无以自己的魂魄血肉造出你们时 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刻 幸好 这错误还来得及解决 那是 我的 魂精 那好像是 冰尼姐姐的魂魄 浪浪 我们快阻止罗后山 此举是非无所愿 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也是身为反叛者的你 应得的惩罚 罗后 住手 冰尼 冰尼 接下来是你 霍庸 下侯大哥 下侯大哥 火雍 你竟然还活着 不 你应该已经不是火雍了 属于火雍的那一半魂魄已经毁了 现在的你是历经转生之后 以着人世之念凝聚重生的另外半分魂魄 叫做 夏侯仪的那半分魂魄 真是意外的结局呀 罗侯 你 你杀了兵你 火雍 不 夏侯仪 看来此战我们是不分胜负 既然如此 吴也得先做好降临金士的准备以待天使来临之刻 哈哈哈哈说来倒巧眼前就有个不错的平体 请准备以待 请准备以待 小心 这 这光照是 玄儿 玄儿 救 救命啊 夏侯大哥 冯大姐 娘 救我 好一副灵驱良才啊 你的身体就介无一用吧 卢侯 住手 夏侯大哥 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呀 既然已得如此佳才 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 叛逆夏侯怡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等着五重临今世 幽吟丽将三界的时刻到来 卢侯 等等 玄妹 对不起 我不知保不住冰璃 连你的性命也救不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射言与罗侯对抗 我还敢说有能力拯救着人世 夏侯怡 别太过自责了 这并不是你的错 小公主 冰璃和玄妹她们 她们被罗侯审 我知道 夏侯怡 我全都知道 我已经尽快以天顿咒术赶来此地 可是罗侯降临的幽营找动了这里的天风地气 结果还是来迟了一步 只差一刻我们就可以赶到的 唉 这是被天仪注定的宿命吧 公主大人 玄儿她还能救得回来吗 慕容姑娘 罗侯看上了她身体的天臣灵妇 要拿她当自己降临这人世的凭借 既然此刻她已退回幽界 慕容姑娘她 自然也就 玄儿她终究是 小时候我替她看过命 项敏先生说她是北斗明臣 只经投胎转生 是以她天生灵欲明慧过人 和我全然不同 但那项敏先生还说她在十六岁上时 命中注定有一次生死相克 若未得到至高神保护身 则重冲必死 她今年正好满十六岁 是我明知此行危机重重 却还是把她带在身边 就是怕这件事发生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这就是她的命吧 可恨 这样的晚留的一命又有什么用 玄妹非子丧命 冰离她也已经 冰离的魂魄 已经在毁魄后散落在四周 无法辨别了 至于慕容姑娘 我还能感到她的魂魄 依然飘散在此 那里面充满了对你的不舍和牵挂 可是 即使是以身为瞻鱼的我之能 也无法将破散的魂魄 重新收回到躯体里面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在此时此地 能有隐聚离魂散破的神器定魂珠 那一切可能还有救 唉 现在说这些也都太迟了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既然如此 我无论如何都得杀入罗侯城 就算凭我一人之力打倒不了尊神 我也要设法阻止彼方的天洞仪 阻止尊神让幽吟重返人间之途 唯有如此 他们二人才不会白白牺牲 夏侯仪 向罗侯神挑战一事 原本是要凭借你们寄贱双使之力 没想到如今会变成这样 而在失去冰离之后 她在战争之中的空缺只怕无人能填补 夏侯仪 冰离的身子 你打算怎么办 小公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这里有封在境狱中的划破 这是经过境魂的荒破游灵 或以封魂之一将她与冰离的身体封住为一 或许可让她再次复生 可是 化破自身无心无念 全凭封命者发号施令行事 或许她能使用冰离所熟悉的种种剑招 但与你看来 那或许只是一句天命的行尸走肉而已 我不知道 你能否忍受冰离变成那种样子 为了罗侯城之行也只有如此了 我依然需要冰离的幻解 即使五剑杀敌的已经不再是她 就把这痛苦当是我最有应得的惩罚吧 我明白了 不动尊者 此地可有行封魂秘移的两所 宅女 你把冰离的身体平安带到了 好 咱们这就开始风魂之夷吧 天经地运 神灵化分 皆奉无名使兆 恭请四方神位 迎护此躯 繁褥之魂 成乎神分 发天阳刚 化地阴煞 诸道轮回 成魂俱命 预兆禁魂 风铃戏魄 诸为初始 反雀诸画 镜域中的花魄已经引出 尊者 接下来就有劳你们了 只能 止等人所见 恪恪 胜起落地 接落地 复日落西地 哼 红魔河 毗罗哲纳 陀罗尼亚 沙婆河 哼 安法扎罗地利沙罗沙耶地弗里耶娜 哼 红霸射罗加纳苏西地打耶苏婆河 封魂之仪已成 夏侯仪 我们履行了我们的约定 希望你们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宅女 若无踏实的话 为防罗侯再次乘戏来袭 我们就先回地下续行真要大法 辛苦四位尊者了 咱们待会儿天书仪坐见 她活过来了吗 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夏侯仪 她已经不再是冰离了 虽然在封魂之仪的力量下 她依然会听你之命武剑杀敌 但她不会再有人的感情 也不会再回应你的言语了 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是这样吗 我当然明白了 就算再也看不到她的笑容 至少还能看到她挥舞幻剑的姿态 对此刻的我来说 或许这样就够了吧 唉 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不过即使如此 你们阵中还是少了一员人马 嗯 这样好了 既然冰离已由画魂所换 那么就由我来代替慕容姑娘原先的位置 你说如何 什么 小公主你要亲自出马 不成不成 小公主你身份尊贵 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可担当不起 你们这回的罗侯城之行 攸关时律天鬼能否修复 人世间度过凶时之劫 我于此也有切身之责 既然如此 由我跟着你们去总是比较放心 夏侯仪 你该不会认为我 人小立威 卫族与伴吧 你身为神雀公主 能力自然是没问题的 那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 彼此彼此 不动尊者 眼下的情况还好吗 目前暂时由我和债女邀集的中原群豪 共主这镇药大法 以自己的修为 镇住这天洞仪的七根药柱 阻止七药聚于天顶 从而缓住凶时的来临 虽然众人的真理种类混杂 但在大家的合力示威之下 现在天时是稳定下来了 这样就好了 对了 不动尊者 等我们准备好之后 却要如何登上罗侯城 在你们准备登城之际 我等则需逆行镇药大法 利用天洞仪的距离 在塔顶的天幕上造出石 让你们从那里前往幽营中的罗侯城 可想而知的 此举等于我们自开幽界之门 罗侯神可能会乘机降临京市 因此在你们进入幽营之后 我们会再以镇药大法封闭幽界之门 待你们关闭彼端的天洞仪之后 遗鬼珠药开始回返原位 再无幽营入石之幽 我们便会再次逆转天洞仪 让你们经由那最后的石 回返人间 不动尊者 你这方法听来 真是颇不可靠啊 若非正值千年凶事之客 明幽之杖可不会这么容易动开 此刻要让你们进入幽营中的罗侯城 这大概是唯一的方法 天洞仪的力量果真巨大 现在逆原封界包围了整座楼兰城 幽营距于天顶 宛如将楼兰城照在无边暗幕之中 这正是引照暗星的好时机 幽营 你到我对面的月之位去 待会儿和我一同念动你的本命星 祭都的真言 开始施展降药之仪 你还记得吧 对面 祭都的真言 我知道了 冰璃 你是怎么了 我已经引动了日未之力 轮到你念诵祭都真言了 祭都的真言 我不知道 糟了 我太大意了 由化魂所复生的冰璃 并不记得祭都的本性真言 如果只有罗侯之力作用 这样下去会 刚才的震动是 来自于地下的天洞仪 糟了 刚才的造星法仪行驶到一半未成 会不会因此 是天洞仪起了什么误动 罢了 只有罗侯真言 是无法完成此仪的 我还是先回去地下层 看看天树仪座的大家是否安好 天树仪座 操控天洞仪的枢纽 这是让幽吟毁返人世的关键 没有了那些兔崽子的妨碍 尊神的愿望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罗侯之子 只要还有十轮尊者活着 就绝对不会让你的妄图得逞的 这怎么回事 为何我的真理无法聚集 愚者 你虽为尊神的无碍幽言所焚而能不死 你身上的神器早已被尽数化去 此刻你哪施展得出大日真言 给我乖乖的在那看着吧 等等 这感觉是 啊 看来和我同出一魂的那兄弟也来了 Ji Wang 却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倒在地上生死不明 夏侯仪快阻止她 如果让她开启天幕的话 一切都将万劫不复 皇妇宝主 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吗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夏侯仪 我对你很失望 没想到你会如此愚蠢 你背弃自己的天命和尊神的托付 投向这些苟安于金氏的兔崽子 而且还想修正偏移的使鬼 你早已没有资格当罗侯的技使了 而在你连箭矢都已失去的此刻 你去不了罗侯城 救不了这人世 也保护不了你自己 皇妇宝主 你还是没放弃夺战天洞仪之徒吗 你也知道的 没有幽淫之界的力量 你是动不了这一切的 我不需要幽淫之界 托你在观星台 引照两岸星失败之福 从天幕反冲的逆元之力 和幽淫近距于此 化为天书一座上 喷奔而出的幽淫 不但替我解决了此地的所有人 我也因此获得尊神幽严的系礼 蒙他授予祭剑双十一切的潜能 暗杀真言 皇妇宝主 你真的和我共有一切的 还记得我在华穷殿对你说过什么话吗 霍庸的魂魄在转生之时一分为二 分别转生为我和你 所以我和你共有霍庸的技艺 共享着暗星罗侯的力量 我唯一没有胜过你的 就是兵离先选择了你 所以你成为了幽淫之界的主人 罗侯的使者只能有一个 而此刻的我所要先做的 就是实行尊神御命 将前任的叛徒和其一伙 彻底从这世上除掉 三师兄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三师兄了 现在的我是重生为罗侯使者的皇府身 而你们的命运就是死 这是尊神的意旨 三师兄 我求你醒过来吧 我不要看到你变成这样 封女侠 罗侯之印的力量 已经牢牢控制她的心神 更不用说她本来一半的魂 是来自于幽暗 一看现在的样子看来 只怕是无可挽救了 封女侠 你要有最坏的打算 封姐姐 如果你不想和皇府保主动手 尽可现在退出 我绝不强迫你 不 现在的她 已经不是我的三师兄了 我不可能做事 她变成罗侯入袭人士的马前卒 更不可能看你们伤在她的手下 与其这样 我不如亲手把她 啰嗦这么多做事 你们一起受死吧 既然如此 咱们便一绝雌雄吧 既然这回天命选择的是谁 你可还记得中秋月圆那夜 死 都给我死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是赢不了你们 为什么 为什么我必须承受这一切 为何我总是被摒弃在人世的一角 宿命啊 你对我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三师兄 我求你 求你快醒过来吧 连尊神也改变不了的话 就由我来改变 跟我一起毁灭吧 我的另一半兄弟 和这九魂天洞仪 一起从这世上消失吧 糟了 没想到他的真力 竟然能毁了星鬼客盘 没有了他 运转中的天洞仪之力 便会完全失控 就这样 将这段被诅咒的宿命 做个结束吧 大家留神 我的左手 我的左手怎么没了 是你戴在左手的幽吟之剑 将你救出在逆缘坏界中 崩毁的天洞仪中书 但是你的左手 自然是承受不住 戒指真力的权力失为 罢了 不过是少了只手掌而已 这不算什么 可是 天洞仪中书 在逆缘坏界中崩毁了 罗兰城 就变成了这样子 大家呢 封姐姐呢 古大哥呢 还有倒在地上的其他人呢 他们 都被留在瞬间 吞没周遭一切的幽界中了吧 事出突然 我来不及救出他们 为 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 或许是两颗暗星 拼乱了疏续实虑之后 也改变了天命的流向之故吧 不动尊者 真高兴看到你平安无恙 其他三尊者呢 猪派掌门可都安好 天洞仪崩毁之时 只有我侥幸从坏界中逃出 其他人自此音讯全无 索性在八年后 能看到你们平安归来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吗 八年 尊者 你是说直到我们再次醒来的 这短短时间中 人间便已经过了八年 今日里当年天洞仪崩毁之刻 正好是整整八年 像是天洞仪崩毁时的冲阵 偏转了十轮 与你们虽只是短短半刻钟 人间却已过了八年之久 索性自然之旅何等奥妙 这巨灾的反动不都冲阵了仪轨 也正巧将它推回了原位 唉 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 早已注定这一切 会以这种方式收成 胡说 什么鬼天衣的 我可不承认 就算是再不可能 或许大伙都会好好的在那里 咱们应该想想办法 去救出他们才是 夏侯仪 如今凶石之客既过 十轮一回复原位 除非等待下一次的凶石之客 否则绝无方法可开启幽吟之门 而且没有了天洞仪 尚开此门亦是凶险无比 小公主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现在一切总算圆满解决 就当失现在幽吟坏界里的伙伴们 是为大局牺牲 也不需再冒险拯救他们了 是吧 夏侯仪 我没有这个意思 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们绝不会告诉我 重启幽界之门的方法 免得我多生肢解 是这样吧 哼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自己来做 就算要花上我的一生行遍天下 我也要找出再次将幽吟 召回金氏的方法 咱们等着瞧吧 善侯仪 你听我说 多言无用 不动尊者 天河之中暗星游存 以他的性子看来 这一切还不会就此结束的 我明白 他今后的动向 我们十轮功会负起监视之责 而我等之力不足之处 还望神雀功能助一臂之力 好说 事关三界后运前途 神雀功是不会放手不管的 反正后事可期 咱们静观其便便是 天命自有定数 一切就留待来日再说吧 铁手装好了 试试看吧 很巧的铁手 我很满意 老丈 真是多谢你们了 能够合恩公敌意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要的骆驼和凉水行李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骆驼就系在城门旁边 不过恩公真的这么急着走吗 何不留到明天早上 今晚再好好休息一下 不 谢了 只是此地诸事已了 我已不需要 也不想再留在这里 还是早一刻动身 往中原去的好 那就不耽搁恩公的时间了 天长地久 只希望以后还能有相见之时 老夫在此 祝恩公一路平安 天长地久吗 是啊 这一切是不会就此结束的 总有一天 我会再次回到这里 用我的手 重新开启那禁忌的天门 让幽日的皇宫重现于世 或许 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宿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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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